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难道莫渊上神他不是男儿身 承郁拍了下放酒道 瞎说 拉过少婉的手道 怎么了 少婉有些害羞又有些委屈地道 他 他脱我衣服 然后光住就 在寝殿里 少婉亲莫渊亲得很是热辣 莫渊招架不住 一念之间就吞去了两人的衣衫 可是少婉他从小没父母 又在地下设了十几万年 风也只是他一点也不懂 就是亲都是从别人那里看来的 当二人赤裸在一起时 少婉被吓到了 一脚掀翻了莫渊 情急之下画了凤凰原身飞了 承郁和凤九一听少婉是被吓到了 两个人笑了起来 笑够了 承郁取笑少婉道 看来你还是败给了天族的战神 凤九和承郁给少婉上课 小燕大声喊道 要不要打架 凤九对小燕道 这没事 你们快回去吧 小燕拉住凤行走 凤行一脸不高兴地嘟囔道 嘴上死硬 还不是又要在一起 山上夜风太凉了 凤九他们三个回来后自然就睡到了一起 外面干等的连颂看了眼帝君道 小燕都跟你睡了 要不然咱俩一起睡 帝君 你要有这爱好 我给你找他过来 帝君见也等不到凤九 便和连颂走了出来 看了眼夜空道 这学生不好待 次日 碧海苍林蓝天白云 清风凉爽 凤九和承郁一早准备好了早饭 少婉出来时只有墨渊身边有位置了 他没说话 挨住墨渊坐下 来前有深运睡的晨 看了眼墨渊道 师傅你住的大殿怎么遭雷劈了吗 墨渊了声 少婉脸红了也不说话 只顾吃东西 这时候 帝君手里端住一碗粥 一边喂凤九一边悠悠地对凤九道 小白呀 这粥要一口一口地吃 不然再烫出个原身来 凤九本来就憋住不敢笑 帝君这一句话 凤九再也忍不住了 粥也喷了出来 笑得花枝乱颤 少婉急了拿了个鸡蛋就丢了过去 帝君头都不回鸡蛋又飞向了少婉 抹认伸手接住拨好了给少婉放到了碗里 白日上神医看着哪有地厚的样子 又想叫醒他 看了眼湖地白纸 没敢吭气 吃过早饭 大家都告辞走 连送药去忙自己的大婚 凤九拉住少婉道 你陪我多晚几天 帝君走了过来 扯住少婉的袖子把她拽开 道 赶紧走 不然我的房子全都毁了 这是小燕过来道 祖宗 咱们走吧 帝君道 她可以走 你不行 小燕一瞪眼道 怎么 你还要跟老子睡觉不成 她这话一说 默认高兴了 脸上都能看出笑意 帝君斜了一眼大殿的屋顶 示意小燕去修房 小燕有少婉在 很好横地道 臭兵快脸 自家房子自己修 帝君不说话看住少婉 少婉对小燕道 你晚点走 还是给老家伙那房子修了吧 小燕摸了摸脑袋笑了道 祖宗说修就修 转身又对凤九道 小九 一会我修房子累了 你给老子做点紫薯饼吃 话一落地 就被帝君给摔到了大殿的顶上 默认看住少婉要走 上前道 我去犯境讲法 回来后去看你 少婉乐生和凤行离开了 碧海苍林 众人一走有些冷情 凤九望住大殿顶上的小燕 飞了上去 小燕看了下不远处 坐在树下喝茶的帝君道 你还是下去吧 要不臭冰快脸 说不定把整座店都弄塌了叫我修 凤九笑道 东华哪有那么坏 小燕 还不坏 你都被他洗脑了 小燕干活倒是快 修好后几个人一起 除了碧海苍林 小燕走前对帝君道 臭冰快脸 我那山上有一棵 几万年的大白茶树 过几天采了茶给你送去 帝君道 你把茶树扛来最好 小燕道 那也行 凤九望住小燕远去的身影 对帝君道 东华 我看你挺喜欢小燕的吗 帝君捏了下凤九的脸道 我只喜欢你 走在前面的滚滚的队闪闪道 我看出来了 父君喜欢的都是傻白甜 闪闪道 哥哥那我是不是啊 滚滚杯齐闪闪道 你是白甜精 帝君他们一进宫门 发现燕里的小仙鹅和小仙童围了一圈 看见帝君回来了 赶紧散开 凤九见地上坐了个小仙鹅 自己好像没见过 沐云一问 才知道是莲池里的大鲤鱼修成仙身了 凤九道 既然修成了仙 想去哪里 那小仙道 他在太成功修的仙身 就在太成功当差 书画间又偷瞄了眼帝君 小生道 我修成了仙身就不能当鱼吃了 凤九笑道 那你自己取个名字吧 大鲤鱼道 我在莲池修仙身 想叫清莲 这时候 思命拿了个盒子和莲送进来了 这几天他有事 没去城碧海苍林 特意给滚滚准备了礼物 思命把礼物给了滚滚 觉得帝君又在笑 这时身边的一个小仙鹅 拉了下他的一脚道 仙君我修成人了 清莲对思命眨了下眼睛 思命对看上他的眼睛时 觉得一条大糖醋鱼就飘在他面前 吓得他就跑了出去 莲池弄清楚怎么回事 笑够了道 思命啊 你也有今天 在犯境参加法会的莫渊 半个月就找接口离开了 他到了少晚宫里后 重行见他来了 就冷言冷语地说话 少晚叫他倒茶也不管 也不出去就在宫里盯住 这回少晚把一袋子珠宝 倒在桌子上 给成一条大荤的礼物 不知道里面的哪个 钻子扎了手流了血 莫渊拿起他的手揉了下 便没松开 道 外面色好 我们出去走走 凤行一脸不高兴地道 什么月色好 还不是外面天黑好 少晚想踢他没踢到 跟住莫渊出了门 一轮号月下 两个人牵住手走了很久 都没说话 一阵凉风吹过 少晚有些冷抖了下 莫渊把他揽到胸前 看住少晚的眼睛道 少晚 我爱你 莫渊又把他的手放到自己的心上道 这几十万年 这里只有你 少晚第一次听到莫渊 莫渊对自己表白 一时间几十万的感情在脑海里翻腾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人生的第一滴眼泪沿住脸颊流了下来 莫渊擦去他的眼泪 低头轻轻吻上了少晚 绵绵细吻落在少晚的额头 脸上 莫渊轻轻吻上少晚的唇时 少晚觉得好热 抱紧了莫渊 这时空中一声巨响 一束亮光就上了天 少晚回头一看 凤行不知道从什么鬼地方弄了 各花炮就给炸了 冲住他喊道 小心被烤焦了 太陈宫里最近笑声不断 就连白浅都天天跑过来看热闹 刚刚修成仙的清莲还不太会走路 要么扭住走 要么就摔跤 一帮小仙人没事就跟住他扭 司令每次过来 都得先躲在宫门口 看清楚了清莲在不在 才敢进门 今日正巴在宫门口向里看呢 哲人上神和白真来了 看见他道 司令还有这爱好 司令干笑了下 跟在哲人身后进了宫 这时候端住茶水的清莲 一扭一扭地从厨房过来了 哲人和白真一看 这是个什么情况 忍住笑接过茶水 司令躲在仲林身后不敢吭气 清莲扭住把水端过去牺牲道 心惊你喝水 司令跟住仲林转个圈道 不 不喝 凤九和白浅一看 司令都背下结巴了 赶紧把清莲支开了 司令偷偷对凤九道 小殿下 你救救我 把她请出天宫 这才要命了 凤九笑话司令道 一个女孩子你怕啥 司令 我不怕女孩子 我怕鱼 凤九答应司令 有合适的机会把清莲送送 她才长喘了口气 司令和莲送一起出了宫门 突然对莲送道 我觉得地精在报 父我当初藏了地后的话 还报了地后 莲送 不会吧 东华给你养了条万年的大鲤鱼 不过莲送嘴上这么说 脑子却立马转动起来 想想自己有没有被帝君埋雷 不过她看着远远走来的成郁就笑了 心想有我小于我怕啥 折眼给白浅把了卖道 小丫头长得很结实 发慌又要有大美人了 正给闪闪魔剑的帝君道 那也美不过我女儿 折眼看了眼白真道 对 你女儿最美 凤九悄悄把折眼拉到一边 不好意思地对折眼道 上神帮我看下脉 折眼 你病了 凤九道 闪闪都几千岁了 可我怎么不怀小狐狸了呢 折眼想了下道 还是告诉你吧 东华他觉得你生产太辛苦 给你吃了壁子药 折眼扇子敲了下凤九的尖道 他还是很疼你的 凤九看住远处的帝君心里非常感动 觉得帝君长得那么好看 不多生几个太亏了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好的 这个剧情 Rod宾 按摩 好我 然后 还有 我 货气 就是 狐狸 货气 就 货气 就是 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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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货气